7月30日安德拉卑鄙微博晒出风起龙溪沙千丈 照片中安德拉卑鄙古装半项惊艳 一席百姨气质温暖 此前卑鄙进军电视剧市场 首选就是古装剧 但效果平平 包括之后出演的古装剧 始终没能得到观众的认可 演技饱受诟病 如今她再次选择出演古装剧 看来并没有放弃 还在努力寻找机会证明自己 卑鄙的工作室也转发此动态 并透露卑鄙所出演的角色 名为柳莹 照片中只见她身穿素衣 手指墨绑 有貌倾国倾城 换上古装后的卑鄙 淡淡地看着前方 眼神中带着些许忧愁 从照片效果来看 倒是十分入戏 看来这次卑鄙的眼睛有望提升 观众安德拉卑鄙的网友应该都知道 安德拉卑鄙虽然在综艺节目上表现很好 但是在演技方面经常引起大众的吐槽 很多网友看到安德拉卑鄙晒抽的定装战后都表示 希望安德拉卑鄙这次的演技 能够有所进步 一雪前耻